大家會不會覺得香港太多人? 而處身於這個環境之中,越擠迫就越容易變得暴躁 今天要和大家講一個關於動物生存空間的實驗,叫做老鼠烏托邦實驗 講及生存空間過於擠迫的問題,嚴重是可以去到物種滅亡 實驗來自美國生態學家John Carl Hood 主要是說他在1972年將四紅四痴的老鼠放入他設立的實驗場所 這個空間是9呎9呎的正方形,高4.5呎 大家可以看到1,2,3,4,四邊牆 四邊牆都有16條垂直的通道 每條通道可以通往4個住宿空間 而每個空間又可以住15隻老鼠 所以總共有256個住宿空間 預計提供給3840隻老鼠住 而裏面的老鼠可以經過這些通道 去拿食物、水和住宿地點 當時Carl Hood為老鼠們提供了無限的食物和水 而且將一切天敵和疾病都隔絕 溫度和暖,而且每四至八個星期都會清潔一次 去營造良好的生活環境 令牠們可以無憂無慮地生存和繁衍 唯一限制牠們的只有活動空間 從而觀察這些老鼠的生態 Carl Hood將老鼠群的生態發展分成四個階段 一開始老鼠們經過了月100日的適應期 去適應新的環境 之後就進入第二階段的爆發期 開始大量繁殖 去到315日之後 老鼠的數量達到620隻 之前老鼠們大概都是用55日去繁殖到雙倍的數量 接著就進入到停滯期 老鼠數量增加的速度開始下降 要多145日才達到雙倍的數量 牠們的生活環境開始過於擠迫 需要爬過其他同伴的身上 才可以去到通道的所在地 再去吃東西、飲食或休息 而過多的老鼠也令牠們無法實現 牠們具意義的社會地位 因為應有地位都已經被先出生的老鼠佔據 交易小的老鼠又無法 搬去其他地方 令自己重拾應有的社會地位 就算強勢的老鼠也會覺得 生活環境內實在太多同伴要保護 也太難去保衛自己的地盤 所以牠們漸漸放棄治療 紅鼠會放棄保護自己的地盤 而作為母親的癡鼠就要接替這個責任 導致牠們無法好好地照顧幼鼠 老鼠們在社會地位和工作也進一步混亂 考慣稱這種因為人口過多而產生的怪異行為 做Behavioral Sync 行為淪喪 去到第560日 就到了第四階段的死亡期 老鼠的數量已經達到了巔峰的約2200隻 社會制度的崩壞開始形成 牠們會出現競爛的狀況 發生一些毫無意義的暴力 而被害者也會變成私暴者去攻擊其他老鼠 母親甚至會吃自己的小朋友 又或者懷孕期間會因為壓力 而將腹中的胎兒吸收回 令出生率大減 而自殘 食童類 棄嬰 男童性戀 和死亡率急性等的問題都越來越嚴重 有些癡性會選擇一個高層的住宿空間去隔離自己 不再照顧自己所生的幼鼠 而最後出生的與千隻老鼠都因為缺乏母鼠的照料 而學習不到正常在老鼠社會裡應有的行為 不會有性或嘗試進行會有壓力的行為 只會吃 睡 打慢自己 變成一隻以自我為中心的高傲老鼠 不會參與在群眾之中 考慣稱它們為Beautiful One 整個社會制度完全崩潰 情況極度恐怖 這個老鼠烏托邦已經變成鼠間年獄 老鼠的數量雖然還未達到實驗預計的3840隻 但懷孕率已經接近零 而且已經再沒有老鼠可以熬過幼年期 老鼠的數量已經開始逐步減少 漸漸步向滅亡 即使後來老鼠數量減到好像以前沒有那麼擠迫的數量 牠們的生活都已經無法變回正常 因為新生代從來都沒有學習過在正常的社會結構下如何生活 考慣形容Behavioral Sync是第一次的死亡 而肉體的死亡就視為第二次的死亡 最後牠們在兩年半之後 就因為已經再沒有老鼠處於適合繁殖的年齡 這個社群將會隨著時間而步向滅亡 其實這個都不是考慣第一次做同類的實驗 他曾經在1947年和1954年都做過類似大較小型的實驗 而最終都是會得出Behavioral Sync這個結果 去到1972年就做這個大型實驗去做最終的驗證 證明結果並非偶然 所以大部分時候都會引用這個終極測試作為參考 其實在電影《22世紀殺人網絡》裡面也有提及過類似的概念 劇情解釋說第一個Matrix其實是把人類放入一個無憂無慮的世界裡面 每個人都過得很開心 但發現在這個狀況下的人類會很快死亡 所以他們才會選用他們稱為人類文明的頂峰時代 去作為Matrix虛擬世界的背景 令到世界有痛苦、有災害 才可以令到人類正常地生存 避免像這個老鼠烏托邦種族滅絕的結果 這個實驗其實某程度上都反映部分現代社會的問題 就好像大都市市民都是居住環境比較狹窄 生活需求比較容易滿足 但普遍生育率比較低 而先進社會的人民又會對同性戀這種不利於族群延續的傾向保持開放和接受的態度 相對古代社會出現更多同性戀的人口 而另一方面實驗提及新出生的老鼠都沒有辦法得到具意義的社會地位 就和現今社會的中老年人都開始接受高等教育 佔據著社會的高位 隨著醫學發展他們退休的年齡又推遲 佔據高位的時間越來越長 新生代上位的機會就越來越少 令到社會產生很多宅男宅女 就好像老鼠烏托邦裡的Beautiful One一樣 覺得人生沒什麼希望 不敢組織家庭和生兒子 甚至結識伴侶都怕 就算肯結婚生兒子都會推得越來越遲 進而令到現時社會出現人口增長減慢和老化的問題 究竟人類會不會因為人口過多而面對種族滅絕的問題呢? 這件事現階段沒有人可以回答 當然人類是會有智慧去調整心態、環境和社會結構避免實驗中的慘劇 但始終人類都留有部分動物的原始野性 這個實驗所發生的慘劇可能會以沒有那麼嚴重的形態在人類社會發生 大家是需要引以為界,不要令地球變成這樣煉獄 影片來到這裡,如果喜歡的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是不專業研究所,下次再見